-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5日凌晨,一早第十三轮游人图四主场迎战斯帕尔,上半场,提加尼奇利又定位求机会助攻C罗门前进送电视破门。 下半场,C罗回敲,科斯塔远射导致门将脱手,曼朱基奇捕射得手,尤文图四主场2比0倾取斯帕尔,尤文联赛十三轮继续保持不败战绩领跑积分榜,在加盟尤文图四以来,C罗在一家联赛出场了12次,打入8球,同样在欧管赛场,他出场3次,打入1球。 综合起来,C罗本赛季各向赛事出场15次,打进9球,效率非常高,本场比赛C罗只要再打进一粒进球,他会成为游文队史上,在首秀赛季打入10球最快的球员,创造至乐部成立121年以来的新纪录,成为队市第一人。 而本场比赛进行到第28分钟,C罗就将这一级录剧为己有。 皮加尼几在前场用录定位球发到门前,C罗轻松电射破门,帮助尤文图四打破僵局。 C罗的这一粒进球,也尽显他强电的功力,在对方6名防守球员,在身后抢到了这一落点。 并且是一记不停球的零空电射,也需要很细腻的射门脚法,才能保证这一脚射门不会把球垫高。 而在下半场,尤文图四的第二粒进球,也是由C罗所发起的。 第59分钟,波努其后场大脚长传反击,前场左路C罗高速奔跑将球拿住,往后回桥给插上到进去前的科斯塔。 科斯塔远射被门将扑出,满住戒奇门千步,射铺门,尤文图四二比零领先。 这一粒进球也是要归功于C罗不屑的跑动,在镜头中可以看到,C罗在路后对方后卫两个身位的情况下,硬是用自己的速度强行敲车将球拿到。 回桥给科斯塔之后,一门看出,C罗在之前的那段冲刺中,已经筋疲力进了。 但就是这一次的冲刺为球队创造了进球的机会,在球队领先的情况下,还能如此拼命的去听下每一季有机会的长传球。 这就是C罗对于比赛所保持的认真态度,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C罗达到曼朱基奇出任双前锋,花德拉多以及道格拉斯科斯塔分居两边。 而且曼朱基奇本场比赛还作为球队队长担任球队突然箭头,C罗则是稍微靠后做建议以及寻找射门机会。 这样的战术也让C罗和曼朱基奇能够发挥出古部的优势。 两人的强点技术,要球队在定位球中占据着有利地位,而C罗也可以拉到边路为球队做球。 把中路的空间留给曼朱基奇,本场比赛第二立竞球就是C罗的逃兵吸引了对方的防守。 让曼朱有了强点补射的机会,可以说了C罗的到来激活了曼朱基奇,两人能够共存,也让球队的战术打法多了许多。 不像一关上赛技与曼朱基奇两人分割相似导致难以共存。 不得不说,C罗的到来帮助曼朱基奇重新找到了状态。 而远盖黄马的本泽马,也许也是同样的想法,C罗出走后,本泽马在黄马的封线上是独木兰芝,在本轮三,零大半个埃娃尔的比赛中,本泽马全场七次的月儿,再次背锅小笔肯定会无比想念和羡慕在UMP的风生水起的C罗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